晨间气象战时间 星期天了 在昨天开始 明明就应该要水气慢慢的减少 不过北台湾有发现到 在昨天入夜之后 居然出现了一些毛毛雨 包含今天早上出去 其实外面也是下着一点点的小雨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事实上在昨天 气象局又重新修改了一下 人体的预报数字 因为现在目前正是有水气 在通过台湾的上空 也因此部分地区 还是会感受到一些零星的降雨 不过今天星期天了 一整天来说分为两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北台湾地区 以及到南台湾地区 在今天都是多云到晴 北台湾的部分 可能在东侧会飘一点点小雨 不过在今天温度的部分 感受依旧是还不错 在渐雨是17度到28度 东台湾地区就不一样了 因为受到这一波水气带的影响 今天西半部比较稳定一些 但东台湾地区水气会偏多 也因此会发现到 包含了东北部的宜兰 在今天的降雨 几率高达了40% 不过温度来说 大概是介于22到24度 宜党地区在今天 通常都是还是比较普遍 多云到有点小雨的状况 不过低温 相较于前几天来说 比较好一些了 尤其在澎湖18到21度 在今天整体的 定量降水预报看 会更明白这个雨漆的分布 今天白天开始 整体来说雨漆会稍微变小了 也因总刚刚特别讲到 包含西半部整体来说都还蛮稳定的 大海北地区只有东侧 可能还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到入夜之后 天气就会开始出现变化了 在今天的深夜到明天的清晨之间 这段时间会是这几天来 雨是最明显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到今天入夜之后 包含了中部以北地区 通通都包含在雨区的范围 不过整体的降雨虽然有雨 但不会雨是特别特别大 只是说在今天深夜之后 到明天清晨之间 如果是晚上玩比较晚的 观众朋友们就会感觉到 晚上一定要带拔伞 因为会开始下雨了 不过在今天整体来说 我们刚刚特别有讲到 白天开始雨是会趋缓 代表什么空气品质又要变差了 来看到首先 扩散作用不佳的影响 在今天北台湾地区 中部以北还是属于 是普通等级的空气等级 那另外可以看到 包含了高平地区 还有云嘉南 在今天依旧是亮起了 红灯的景色 要特别注意啦 星期天把握好天气 出去走走 但是还是要戏戴口罩 因为在今天中南部地区 尤其云嘉南以及高平地区 都是属于红亥等级 这空气品质敏感的观众朋友们 就要特别特别注意了 今天是星期天了 在未来一整周的温度趋势变化 带你来关心 那今天我们刚刚特别讲到 其实温度并不特别低 但是明天开始呢 东北季风就要报到 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大概只有高温 大概减21到20度 这样往下下收了一度左右 那低温的部分呢 会来到了是15度 这波东北季风维持会比较久一些 从礼拜一开始报到之后 礼拜二 礼拜三 一路会到了礼拜五 你会发现呢 低温大概都是徘徊在15 16 17度之间 另外高温呢 你会发现是北台湾哦 北台湾的高温 还是可以维持在20到21度之间 也因此呢 事实上这一波东北季风 并不特别强 大家都很关心 如果今天晚上开始下雨的话 这雨要下多久呢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星期一开始 这个图示就已经变得是晴朗了 从明天开始 水气就会慢慢慢慢地减少 当然东侧地区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零星降雨 但雨势并不特别强 相同的天气状况 从礼拜二开始 会一路维持到我们刚刚讲的 影响到了礼拜五之间 整体来说 这早晚就会比较冷一点 大概低温 介于14到15度中间 不过白天呢 还是有机会会升到20度以上 把握下周啊 这好天气 虽然这每一天都不是太稳定 不过整体来说 雨量并不会太大 也因此呢 今天当然是整体来说 最理想的一天 不止温度蛮温暖的 另外在这深夜之前 都还是好天气 下周开始要特别注意 稍微低温的降温的变化 不过整体来说啊 这还是要锁定中天新闻的气象时间 才会更加就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